主持人 大学生了没 來 握試大學 那是什麼 Party Time OK… 夏天到了 年輕人放假了 就應該Party一下 一定要的嘛 對 雖然兩位是以Party為復業 我們比較少停下來過 對不對 那今天要講的派對是異國趴 這種你就 你有… 有嗎 東南亞趴 非常異國 對 那個是滿異國的 真的是 對不對 你在國外讀書的時候應該也有 好 我… 因為長期以來都是這個 沒有啦… 但是我有去 我還真的以前是放那種 錄影帶的有沒有 然後我有去看那個 有一些 有一個專輯 叫做Girls Gone Wild 對 然後裡面的Girls都Gone Wild 就很野 就很野 他們會 他們就是有一個派對是就是說 只要是女生能夠 就是裸露一下他們的同體的話 就可以得到那個一串珠珠這樣子 然後他在比賽說 誰的珠珠拿得最多這樣子 在美國有一個派對是這樣子 有一個人都沒穿衣服 身上都是珠珠 就沒有… 你看有掀開來的那種驚喜 對… OK 這麼狂也要問同學 有沒有去過這樣的異國趴 有沒有 圈叉 大概都是哪些趴 冠冠想去Ebiza 對啊 而且我先說我去過Vegas的那個 真的是超一些 超High的 就像那個肯定 妳表情太開心了 肯定有穿到的時候 不是每個飯店都有一個趴手 泡泡趴什麼的 然後他們是整條街全部就是 到半夜又燈火通明 然後每個夜店都有一個派對 然後像他們很多普通派對 還有很有名 像EDC派對那些的 對啊 反正那邊就是超High的 然後還有像 我最想去Ebiza 因為我 就是我很多朋友他們都在那邊玩 然後我們想說 就是都在那邊念書 或是在那邊玩 然後就說那邊20小時 不間斷的瘋狂喝酒 然後就說那個 可是這妳在台灣也可以做啊 為什麼 那都很開耶 然後我們約好我們畢業以後 一定要大家一起去那個 那些西班牙旁邊一個島 AJ 我要介紹的是那個 露天電影park 就是在紐約夏天的時候 他們在一些公園 譬如說Briant Park 他們會就是固定 就是每個禮拜集 然後就會播電影 然後可能都會播一些 比較就是復古的電影 然後他們很 因為我們印象中派對 好像都是要跟朋友 可是其實像那種場合 有很多那種家庭 就帶著小孩 然後還是除了帶男女朋友 然後就去那邊 就是可能就躺著看電影 然後可能自己帶一些零食 吃的這樣子 這比較普及的趴 對 有不同級別的對不對 不過今天講到這個異國的Party 大概有起來兩位 可以說是這個經驗 非常豐富的旅人喔 一起歡迎我們 智雲背發課 藍白托以及運動旅人Max 歡迎兩位 歡迎兩位 因為兩位目前大概去過幾個國家 參加過幾種Party呢 目前大概去過14個國家 然後大概參加 其實我本身比較個性害羞 就是參加大概三個而已 三個很好 多了 都是一國的外面 對 Max呢 我大概旅遊 大概也是超過十幾個國家 但是在Party的話 我比較抓三個比較有趣的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兩位旅遊達人 就要化身成大家的導遊 來為大家一看這地圖上的 六種異國派對 就讓我們來一窺究竟吧 好 我們先從西班牙這邊開始看起 西班牙什麼Party呢 就是以PVISA Party 最想去的 藍白托要來麻煩你一下了好嗎 是 來告訴我們 介紹他的特色 PVISA到底 就是一個非常瘋狂的Party 就是 就是我都說處男去了那邊 然後都不會變成處男這樣 拍卡 拍戲啊 這集該拍卡卡 該去了 這一集錄完我就去了 就你了 時間還沒到 時間還沒到 其實它就是在西班牙中間 東邊的一個小島 它就叫Ibisa島這樣 對 所以那邊就是可以搭船過去 然後參加電影Party 其實Ibisa世界之名 好像是因為他的DJ都很厲害 對 世界DJ都這樣 他們就是在每年固定一個時間 然後大家可以上網看時間 然後就是全世界最厲害的DJ 都會跑去那邊 對 所以很瘋狂 非常瘋狂 可是它是島 所以我們要去 會不會很麻煩 就是不會 其實那邊就是因為太多人 太多遊客 所以你只要搭船 你知道在西班牙 他們那邊會有港口 你就搭船過去 非常方便 真的是永遠是碧海藍天 對啊 但如果晚上大家都在趴 白天有人醒著嗎 那個島 都在睡 雖然白天很美 因為它西班牙還有古城 可是如果是那種電影咖的話 基本上就沒有時間會去看這個 因為它都期待晚上 你沒有去看對不對 你沒有去看 就是會看一下覺得欣賞一下 剛剛照片清楚嘛 就早上起來拍一張 對 然後就去派對 對 沙灘嗎 然後像 因為西班牙人本身就很奔放 他們就會 很多人都會露天 就是直接就是裸體 上空 很上空 只是見怪不怪 對 你如果很驚訝 他才會覺得你很奇怪這樣 然後白天就是這樣 比較 看起來人沒有那麼擁擠 是因為大家都宿醉了 對 對不對 剛才飯店睡覺 好 所以果然High咖第一個想發問 那邊夜店是不是很High 對 夜店怎麼樣 對 它其實那邊夜店非常多 很多知名老牌的夜店 然後我忘記 就是真的名字 可是我記得我有去過一家 然後他們滿瘋狂 在晚上大概三點多的時候 他們會放那種 就是有點像泡泡槍 然後就是 都瘋狂的傻這樣 泡泡 對,所以你如果兩、三點去 基本上你還是好像 還是剛入場一樣 因為太瘋狂了 而且外國人都很習慣那種 晚上兩、三點再去參加 所以已經看 這是... 這是影片是不是 3 2 2 3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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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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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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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剛剛就是有看到照片 然後其實他們港口 就會有很多遊艇 對 你就可以去參加 然後遊艇基本上就是 要付門票的 就是然後大概都晚上6點出海 然後大概9點多回來 所以三個小時都在海上派對這樣 突然想到3D食人魚的感覺 對 回來少一半 人少一半 所以幾乎在那邊High的原因 就除了這個風景很好 空氣很好 空氣很好 還有因為天氣太好 大家都穿比基尼啦 對不對 所以你有看到比基尼不小心 飛走的還是 當然一定會有 可是因為見怪不怪 像譬如說4點多 見怪不怪 就是他們喝醉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就裸體 因為太High了 外國人喝High就是他們覺得 裸體是才是正常這樣 有抱大自然 對 外國人是比較開放的 所以整個趴只有你穿衣服 就是我比較保守 就是欣賞他們的童體這樣 不是 KEN哥 去了啦 不要脫耶 對啊 這是什麼 看別人的 然後自己又PRO 很不公平耶 真的 OK啊 可是你的個性不一樣 你應該是搭聲 音樂都還沒放 你就已經脫褲子了 我一定是 我還幫別人脫 有嗎 男生就脫到光光嗎 會有幾個比較瘋狂 就是有時候參加Party 有人會慫恿 就是會說 然後比如說 有時候會去一些Party 然後會有泳池 然後很多人就會裸泳 就是有時候要喝到一定的Live 然後大家才會很High這樣 可是亞洲男生在那邊會受歡迎 其實亞洲男生 最好關心的一個問題 亞洲男生到哪裡都 都要關心一下 有亞洲男生 可是不多啦 還是會有 就是還是會比較害羞的 你受歡迎嗎 亞洲其實會有 其實你 像我英文還滿差 可是我還會滿主動的 其實他們就會覺得很好奇 他會覺得你很好玩 比害羞又主動 對啊 你剛剛就脫了很害羞 所以就變得比較悶騷嗎 因為很多人就 譬如說你在酒店 一直默默的撿人家的比基尼 起來會 Oh my God 你在夜店 然後他們就會邀酒 邀求什麼 邀酒 就會說要不要一起喝 對 然後就喝了 然後有時候就會聊了 然後可是你醉了 你就不會管英文好不好了 然後你就隨便這樣 腰很開 你到哪裡都很受歡迎啦 納豆 好…真的覺得這可以去一下 好 Vicky 就我想請問 像剛剛講的都是以搭船為主 除了搭船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交通工具 有 在島上 基本上是可以租車 大概一天8千塊左右 好嗎 8千 8千塊台幣 什麼樣的牌子嗎 什麼樣的車 非常多 1千8千可以租什麼 可以 對啊 可以超跑嗎 就是可以大概租到法拉利等級的 真的假的 太好了吧 那這樣還好 是一天8千 1小時8千 可是基本上你租了你 你也不會一直開 你有時候可能就是炫耀一下 然後就路上會有妹 你就會說要不要上來這樣 對 是的租金是什麼算 是一小時還一天 一天台幣 一天8千 很便宜耶 對啊 很便宜 好 欣益也想去 你剛從以鼻腸回來吧 對啊 曬得很健康 我想問他如果要去那邊玩 就是怎樣才可以比較省錢嗎 其實我當然搭船就一定 門票都是固定的嘛 我覺得可以的話 你可以去多認識當地人 因為有時候 像我朋友他進去比較好 交一個男朋友 對 他就是認識一個 他剛好有遊艇的 真的有時候 那麼好認識嗎 對 所以就是要靠運氣了 可是像譬如說你認識當地人 他們絕大部分都一定會有遊艇 因為他們是一個島 所以你就要想辦法… 女生比較吃香 可以展現你的魅力這樣 像亞洲男生就沒辦法了 難講 好 現在我們要考一考大學生 請這個托哥來出題 以披薩派對與世界 哪兩個派對並列 世界三大電音派對 世界三大電音派對 有兩個選項給你們 對 我幫你們 A是蘇美島的 剛剛這個 I Career提到的東風波 跟印度的哥蛤 或者是B 蘇美島的東風波跟 Amy Patty 白趴 白趴跟平啊 都是蘇美島 台灣也有辦過嘛 好 海產你猜A 我猜因為有一個印度 印度Michael不是印啊… 那個怕剛剛滿重的 但是你應該是A啦 我就是A這樣子 選B的艾波 因為我比較知道白趴 所以我想說 因為印度那邊的派對 我比較不了解 沒有聽說過 對 好 托哥 答案是… A A A 對 FIPER PARTY 第一個當然大家都知道 是在蘇美島 然後第二個就是在國雅 是在印度的西邊那邊 也是一個很瘋狂的派對 因為其實 大概怎麼樣瘋狂 也是電影趴 然後因為那邊很多背包客 對 所以我那時候有去印度 可是我沒有去這個 因為他們就是沒有派對的時候 就還滿無聊的 對 然後那邊也是也像海邊 然後也是很就是很瘋狂 要有活動的時候 不過接下來我們要去到 飛到哪裡 義大利 我們要問一下各位同學 你們想到義大利會想到什麼呢 說到義大利 你們想到了什麼 Ruby 因為我有去過義大利 然後我是覺得他們那邊的 達文西的畫作 讓我覺得很震撼 我們要出門 好假的 文青… 妳講嘛… 妳講什麼話 聽到我們進去 最後的晚餐 在聖馬利亞秀道院 為什麼要看… 我Google也有 她邊有寫什麼 你Google怎麼沒有關照 沒有 它 而且那個畫作 花了四個月完成 就是非常偉大的一個劇作 背的很輕鬆 就是他的背的 背多久 這讓你感動的是什麼部分 就是他們的… 他的那個… 我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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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想 頂級的異國派對 貴族般的奢華享受 其實義大利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這個吧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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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派對就是讓大家大吃大喝 然後四十天 其實他這是以前貴族 他們這以前… 對 貴族會去參加的一個 很優雅的一個派對 比較特別的是會有一個… 我的天啊 非常瘋狂 大學生了沒 非常你感動的是什麼部分 就是他們的 他的那個食物都畫得真的很像 他也很像 食物都畫得很像 食物都畫得很像 去日本就好啦 他們的水都很像好不好 各位 不要再瞎講了 其實義大利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這個吧 請藍牌托哥報我們講一下 你也去過 對 這個吧也是很經典的 然後這個先介紹一下由來 就是傳聞 在新約聖經的時候 惡魔 就是撒旦為了要考驗耶穌 他把他放在曠野 大概四十天 然後後來耶穌沒有因此被打倒 然後所以這個… 這個節慶也有點算他們的 齋戒日 就是還滿重要的一個 很神聖的一個節慶 然後後來就是大家會 就是為了要慶祝 所以會戴面具到 維尼斯的街道上面這樣 然後就很瘋狂 是齋戒日當時還是 之前來之後 他們是會為了慶祝 所以那段會齋戒 就是因為耶穌那時候 他就是不吃東西嘛 他被餓到了 對 所以是齋戒前 還是說齋戒之後 在齋戒前… 沒有 他們是在齋戒那時候會辦 然後齋戒前 他們會很先瘋狂 因為準備不能吃了嘛 所以他們是… 所以這個派對 就是讓大家大吃大喝 然後四十天不吃 在齋戒前 對 所以一個禮拜 OK 所以他們真的 威尼斯就很多這種面具店 非常多 那到底可以玩些什麼呢 就是這樣遊行 其實我覺得去那邊 與其說是玩不如說是欣賞 很多人會裝扮得非常美麗 然後他們會特別精心打扮 因為這個很多人 他當地人會 他們會去衣服、面具 會很熱嗎 那幾月 還好 大概是在三月多 三月多還好 對 然後就是 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覺得去那邊 然後當然那邊 比較特別的是會有一個 紅酒噴泉 紅酒噴泉 對… 我的天啊 對 就非常瘋狂 這是可以去接來喝嗎 當然因為太… 你接了就會暴動 所以他們就是旁邊會有人 然後把它是圍起來的 然後你去隔壁買這樣 因為你如果去接那個酒會很瘋狂這樣 對 也對 了解 好 又婷 我想問就是你既然都已經 來到義大利了 還有什麼特別的行程可以參加 真的嗎 真的嗎 有什麼特別 其實義大利 我覺得義大利比較 派對是比較少 其實他們都是比較走文藝路線 去看一些藝術品 然後欣賞城市街景 而且他們那邊古城 基本上他們是個古城 他們的隔音設備很差 所以他們的夜店不多 對 瞬間大家就緊張 夜店不多 怎樣 Angela 可是我站在義大利的時候 它雖然夜店不多 可是你進到餐廳或什麼之類 他們其實從很早很早 就會開始喝 對 而且是連我自己的學校 就是我去那邊上課 連我自己學校 早上就開始賣酒 因為他們不是真的要你喝酒 但他們會覺得說 你在做事情的時候 那就是你生活一部分 你就可以在那邊 他們真的要你喝 所以就一直喝 就大白天 反正一定會有酒單就對了 是 所以Ruby妳對於這個派 有什麼樣的見解呢 不是 因為我之前 他們的食物都畫得很… 沒有… 我今年在義大利的時候 他們也是從早餐 中餐 晚餐 都會附酒 然後如果你不喝的話 待會兒還會走過來 就是一直說快點就是喝 然後跟你拍照什麼的 其實他會很熱情的款待外國人 有沒有可能 可是我覺得是他們的風情 就是文化風情 而且那個面具節 就是連小朋友 媽媽都會把它打扮得超可愛 就是我看到蜘蛛人 什麼小飛俠 各種的卡通人 是台灣的萬聖節 萬聖節 沒有 是一個面具節 一直凹有去過對不對 所以關於這邊有一個問答對不對 對 威尼斯狂話面具節的意義是什麼 A 在面具的背後 社會貧富差異可以暫時被消除 或是B 在面具背後 可以大膽向另一半表白 對 開咖一定選B 對 我覺得 因為我們就缺一個契機 我想說去那個地方 搞不好就是個表白的契機 可能很多人是抱持著 像我這樣的心態 想說去那邊告白的 可是戴著面具 你怎麼知道對方長什麼樣子 就是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 你跟可以跟你心理的對方 一起戴著面具 然後結果消除了一點小隔閡 感覺比較不會緊張 會不會聽不清楚 對 我也很慌耶 對啊 這一個句話吧 他應該有做一個洞吧 他應該有這個洞吧 OK的 所以你是要戴上面具才敢講 對 因為我比較個性 也是比較內向的 了解 好 艾波會選A 不會猜A是因為我在想 是不是跟巴西嘉年華會一樣 就是他們背後的意義也是 因為每個人戴上面具 然後就會像王子公主 就是他們每個人 就沒有貧富差距了 就可以當貴族的感覺 藍白拖究竟是 好 答案是A 因為威尼斯以前是 大概1700年的時候 大概他是一個獨立的一個國家 然後因為他非常有錢人 威尼斯商人非常有名 然後可是那時候就有貧富差距 然後那時候為了要彌補 那時候貧富差距 然後大家就全部戴面具去上街 你也不知道 反正大家打扮得很優雅 你也看不出來他是有錢人 還是窮人 所以大家就會這樣 整個氛圍就會變成很和諧這樣 所以台灣需要這樣的洞 太需要 對付差距 是 在參加過西班牙 義大利的異國派對後 接著導遊們將帶領我們 飛往澳洲 新南威爾斯州囉 究竟南半球會有什麼 有趣的派對在等著我們呢 澳洲派對都這樣玩 體驗特殊變裝的極致 聽到澳洲會想到什麼樣的派對呢 那邊有一個雪梨歌劇樂吧 所以可能一堆的那種 聲樂家就會一擠在那邊騎場 看一次 對啦 他們都會辦不同的造型 然後去做 像他們這個就是 有像精靈 或是有掃巴 他們是整個艇 因為他們這個活動 大學生了沒 好了 各位 接下來我們要從這個 義大利這邊 飛… 飛到南半球的澳洲 新南威爾斯州 然後大家覺得提到澳洲 會想到什麼樣的派對呢 覺得他們會辦什麼派對 你罵什麼派對 好 餅乾 歌劇趴 因為那邊有一個雪梨歌劇樂 所以可能一堆的那種 聲樂家就會一起在那邊騎場 說不定 對不對 一直宣稱自己有去過 多國遊覽的Ruby Ruby 因為我知道 黃金海岸蝦 對 因為澳洲這地方有黃金 胡椒蝦還是檸檬蝦 是大蒜蝦 他都可以看你怎麼烹調 看自己想要怎麼做 什麼 我要講 他講什麼 他這個黃金 是真的有黃金海岸食尚派對 然後他這個 他就是有那個美人魚海灘 然後他就是很多人 都會去那裡騎單車跟野餐 然後就吃那邊的蝦 然後 其實都寫台灣各個景點 好 好的 沒關係 我們澳洲新南威爾斯州 究竟是什麼派對我們來看一下 滑雪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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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應該不會想到滑雪 他會想到澳洲有雪 但其實在南半球 他是靠下面是寒帶的 所以像現在接下來他們冬天 就要開始了 所以我之前都會 因為我很喜歡滑雪 然後喜歡一些極限運動 所以這個讓我印象深刻 他的滑雪派是怎麼進行的 因為他們會裝扮 所以其實很Local 他們Local就裝成袋廚的造型 Costplay 對…他們都會辦不同的造型 然後去做雪地路跑 就是本人 看不出來 這是本人 對… 要喝醉是不是 沒有 因為他們都要有主題 所以你們要去裝扮 對 滑雪 雪地很冷 因為我直接穿一個頭套 像他們有不同的組 像他們這個就是 有像精靈或是有掃把 他們是整個團隊 好可愛喔 因為他們這個活動路跑 他們是有一站一站要喝酒的 好開心 所以你第一站可能 他們都是用像那種Snap 那種甜酒 那樣子的 第一站可能是甜酒 第二站是紅酒 白酒 第四站是啤酒 你要把每個站的酒都喝完 你才能通過比賽 就像我們路跑要分站點 你每站都要到 所以你才能通過比賽 所以他們要一個停 所以是喝完酒還要繼續跑步 對… 但他們酒的量是意思的 不是 有一句話是喝酒不跑步 跑步不喝酒 不行 那是開車啦 開車 開車 因為他們澳洲人喜歡喝酒 所以他們就創立了這個喝酒 所以跑應該有的 第二站第三站都到不了 跑歪了 你剛剛是不是就腿軟 然後跪在雪地上 對 因為太累 對 其實我要做 我面具裡面都吐了一半了 大家可能沒發現了 對… 所以到底是跑還是滑 他就是 因為他們的路段是上上下下 所以你往上的時候 是有點像跑走的感覺 下坡就開始用滑的了 對 那他們要… 他們叫跨海洋滑對不對 對… 他的後腳坑是可以起來的 對… 是要越野的感覺 對 有點像越野的滑雪的路跑 對… 他們整個組 為什麼要兩個人以上一組呢 他們就是因為 他們在比賽的時候 你分戰你可能 最後要跑到終點嘛 如果每個人都喝就醉倒了 所以他們到最後那一個人 他要負責他們這一隊 然後要去跑完全程 所以他們要一組的人一起跑 有喝酒手、有跑步手 沒錯 每個不一樣 對… 但這個要報名費吧 對啊,這要報名費 他們除了跑步的活動 然後酒晚上還有一個派對 有變裝派對 要簡單的BBQ或是什麼 所以他報名費大概是100澳幣左右 台幣大概三千塊 就加一次的活動 好貴 三千喝到飽 喝到飽啊 對不對 可以運動 那種裝備是他們提供的嗎 對,裝備 他們滑雪裝備他們提供 但是像那些Cosplay造型 什麼東西他們都要自己裝扮 對…都要自己裝扮 自己 可是Max真的這樣 因為剛剛我們介紹那麼多趴 因為雪地好像看不到比基尼辣妹 你錯了 真的嗎 不會,因為他們這個滑雪的派對 他們都是在大概9月多 9月多會是澳洲的寂寞 寂寞天氣其實很熱,在溶雪了 所以那時候其實他們溫度沒有那麼低 所以到後面他們常常會有人 女生會穿比基尼啊 或是男生只穿一件衝浪褲 然後在雪地跑步 對,是很酷的 你怎麼都沒拍到 有的… 在我的腦海裡 對,我這樣慢慢來 小氣鬼 Patrick 我們要請問一下 就是剛剛提到那些 都是白天的活動 我們就可以滑雪 有沒有晚上的派對 當然有 因為他們很愛喝酒 所以呢 他們就整個派對結束之後 他還會有一個BBQ 就烤肉 因為大概要可以容納兩到三千 千人以上的派對 他們有室內 室內有一些變裝的活動 然後有酒 可以暢飲 戶外都會有BBQ烤肉 所以大家都會在晚上的時候 會繼續參與到最後 所以到後面就是 打會越來越超過 就在最後 對 Ruby 我想問Max 就是飛那麼遠 跑到新南威爾斯州 你有沒有推薦附近 有什麼值得好玩的活動 要看畫嗎 看畫 對,其實是有的 因為我通常在帶活動行程 通常我會飛雪梨 所以你在雪梨的市里 剛剛有講到歌劇院嘛 袋鼠趴什麼啊 瞎比較遠 瞎在Go Coast比較遠 所以我會自己從雪梨開車 開車到雪場 所以它大概離雪場 你可以直接飛到附近 飛到坎培拉 在Canberra 澳洲首都 然後那個雪山 就離它兩個小時很近 所以它當地有一些坎培拉的行程 澳洲雪梨的行程都可以去做 我想請問Max 就是剛剛聽你講 那滑雪趴感覺很好啊 那如果我們要去怎麼去 因為感覺如果說 從市區要到那個地方 好像要很久 對 其實它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快速到達 然後花大筆鈔票 第二種就是你可以 像廉價航空慢慢飛轉機 然後到了澳洲 然後再從澳洲慢慢搭 他們的廉價巴士 甚至學生現在有國際學生證 你做當地地區的那種 就是有點像我們的台鐵火車 是可以大概七折到六折的時間 坐火車進去 然後慢慢轉巴士 所以其實另外一種就是 你直接飛到雪梨 再轉國內班機 再飛到坎培拉坐巴士 一個半小時 所以其實也是很快啦 好 我們有考題啦 好 第一就是剛才嘛 剛才為什麼要兩個人以上 才能參加這個活動 那第一A就是為了安全考量啊 然後要擔心途中有沒有人發生意外 B就是因為Party 每年它主要期間活動的需求 是A還是V呢 收輪遊戲 好 我們來看 嗨咖 我覺得他既然說是兩個人 因為剛才我聽他提到 有人可以負責喝酒 有人負責跑上去再跑下來 應該是分組有配合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A 好 是基於安全考量 對 沒錯 是不是 好 選B的又婷 我覺得應該是 在玩什麼遊戲吧 比如說就像 他可能會有什麼 什麼分組活動啊 然後跟別組競賽 所以我覺得是B 好 正確答案是什麼 正確答案是A 對 就是因為要擔心他們的安全 因為畢竟他是喝酒的活動 喝酒跟運動的結合 基本上比較不太安全 或是比較不太健康 如果你喝過量 所以他們要兩人以上 就是他們是要以團隊的一個單位 去參加 等於說最後至少要留一個 他們團隊的隊友 然後能拿到比賽的勝利這樣子 所以要… 他還是要看個性 因為如果是兩個納豆一組 也是完蛋 沒有人在玩 好 各位 接下來我們要飛到別的地方去 接下來我們從澳洲這邊 飛到了隔壁的紐西蘭 大家講到紐西蘭 除了養奶之外還想到什麼呢 好 賀龍有不同的答案 對 魔戒趴 就是大家可能有些人聽過 就是紐西蘭就是魔戒的拍攝地點 因為它北島有火山 南島有冰山 對 然後所以應該會辦個 魔戒的Cosplay趴 就大家都模仿乾道夫之類的 然後拍那種電影場景的畫面 到底是什麼趴勒 好了 各位 其實就是這個 滑水趴 是妹子的幫我們介紹 現在滑水 對 滑水趴 這個派對它其實就是從他們 因為其實紐西蘭 他們也是很興盛那些極限運動 他們結合了滑水 就是那種Wayboard 大家有玩過嗎 就是一艘船 然後有一個Cable拉你 然後你一樣穿著板子在滑 對 但是這不一樣 因為它滑水跟滑雪結合 所以它們怎麼結合呢 就是一樣 我們在籃板球 這時候它也是冷的時候 剛融雪 冬天 對…沒錯 它等於從山頂上面滑下來 它已經在寂寞 融雪了之後 你直接衝上去 就有點像那種 我們以前百戰百勝 你要通過 然後不能掉到水裡面 一定要衝過到岸上 你就可以比賽通過這樣子 對 所以他們其實這個活動前 對 因為澳洲 紐西蘭他們是毛利人 就是原住民 所以他們在比賽前要跳戰舞 然後參加了之後 他們因為這個活動就是有兩種 一種是滑雪板 Snowboard 另外一種是Ski 兩支的雪橇 所以都能參加這個比賽 但是他們一樣就下來 衝 然後看你可以拉多遠 對… 最多可以上岸嗎 對 可以上岸的 然後一般他們 有兩種人 一種喜歡裝扮 他只是玩 然後就去摔 然後很好笑 滑雞 另外一種就是要拿到比賽 然後他就是 用盡全力 速度 然後要衝過去 報名費也差不多是 對 差不多 大概台幣2500左右 對… 但是他這個後面 就是你比賽結束 你都可以在這個雪山 到另外一個雪山 搭他們的Ski chan 就是做那個直升機 你可以到山頂做直升機滑雪 報名費也包括直升機的朋友 沒有 報名費就要另外 他等於是彎位上去 對 我就去玩 對 直升機滑雪 是不是 Snowboard 一定要摔 你介紹他其實有一點門檻 對 就是體能 體能 對 然後對於一些運動的操控 要考同學 麻煩你 接下來這個比賽 到底是用滑雪板還是雪橇 就是到底是用Snowboard還是Ski 哪一個會比較好呢 就是他比較容易闖關成功 可以猜一下 就是說哪一種滑雪板滑水比較好 對… OK 就沖下來之後 Snowboard或Ski 比較寬或是比較窄 對… 是的 我們班有人會運動的男生嗎 餅乾 應該是用Snowboard 因為它是一塊的 Ski是因為兩個 所以它可能會岔開 那你就下去 所以應該是用Snowboard 對 大部分男生都選A 但Vicky你選B 因為我之前玩過Snowboard 然後我有那個就是 不知道是青蛙腳還什麼 我站不起來 我就一直躺在雪地裡面 所以我覺得Ski我才可以站得起來 好 正確答案是什麼 正確答案是什麼 正確答案是B Ski 這樣起來 真的嗎 大家一定對不對 猜錯了 為什麼雪板不容易 好 就是簡單來講 雪板就是有點像Snowboard 有點像越野車 它輪胎比較粗 Ski就像公路車很細 所以它在跟水面積在接觸的時候 其實你只要接觸面積越小 它的速度摩擦力 它會越來越快 只是Snowboard它會穩 但是你穩的話 你一到水裡之後 阻力就大 你就馬上停下去了 它就沒辦法繼續持續再往前行 但是Ski的它很細嘛 所以它加力速度往前衝 是很容易就衝過去 在參加過澳洲 紐西蘭的熱血派對後 接著導遊們將帶領我們 回到熟悉的亞洲囉 究竟日本會有什麼樣 有趣的派對在等著我們呢 什麼樣的日本派對 讓人害羞到幾點 大家想到日本長野 覺得可能會有什麼派出現呢 講到日本就是想到他們 就是很喜歡挑戰那種極限 就是吃到 可能誰吃到最多 就贏了這樣子 他有 妹子這真的是個趴嗎 他有一些酒啊 免費的清酒 可以讓大家喝 然後大家也挺狂歡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泡的 就是全部裸湯 有報名費或是... 這是完全免費的 你只要在那個時間去參加 這樣的活動 都可以免費去參加 大學生了沒 接下來我們要飛到別的地方 我們飛到我們比較近的 我們從這個 飛到日本長野 大家想到日本長野 覺得可能會有什麼派出現呢 回到你們熟悉的亞洲 猜看看會有什麼派 挑戰那種極限 就是吃到 可能誰吃到最多就贏了這樣子 而且長野拉麵很OK啊 究竟是什麼趴呢 在日本長野他有 倒數神祭 妹子這真的是個趴嗎 對 它是一個祭典 接一個派對 等於是說他在參加祭典的同時 他有一些酒 免費的清酒可以讓大家喝 然後大家一起狂歡 然後參加慶典 讓隔年整個運勢更旺更好 所以他等於是說 不管你是當地地人 或者是去的觀光客 你都可以免費去喝 當地的溫泉水製造的酒這樣子 有報名費或是... 這個跟前面就不太一樣 這是完全免費的 你只要在那個時間去參加 這樣的活動 都可以免費去參加這個活動派對 喝酒吃肉都免費 當然也沒有到吃肉 看肉倒是很多 因為他們白...為什麼呢 因為白天剛剛有講到 因為它是溫泉祭典的 它是在那個野澤長野 所以大家一起泡喔 它有公湯 公湯 公湯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泡的 就是全部裸湯 對 是可以一起泡的 對 那種野湯 所以非常酷 就白天就是你知道 眼睛可以就是看一下 然後晚上 對啊 不是 我是說就是那種 就是正妹自己應該也會知道說 她一去大家都猛丁著她看 對啊 所以他們都包起來 會包起來 真的是 看得到大概都是六十五歲以上 來喔 那就盡量就是 就是 把紀念想成老公公的 對 海產 想要問一下除了祭典以外 那邊還有什麼比較厲害 比較好玩的地方可以去這樣 因為它的祭典 對 我剛剛沒有提到 就是它是每年的一個火神祭 火神祭典 就有點像我們在七八月那個 搶菇的活動 都會用一個祭塔很高 所以他們做的也是類似這樣的感覺 做一個祭典 然後它會有燒火 然後會有每年的一個二十五歲的男性 會參加這樣的活動 讓祭典火更旺 然後參加更棒的活動 所以它的時間到底什麼時候舉辦 它是每年圓月 就是我們的一... 就是一月十五號 圓月十五號的活動 滿冷的 所以可以剛好泡湯喝啥 對 對 它除了參加這個祭典的活動的話 它這個是在江戶時代 來就有的一個溫泉村 很古色古香的溫泉村 它裡面就是有十二個宮湯 它的每一個湯都有一個名字 比如說大湯、熊之湯 什麼很弱的湯 對 熊的熊之湯 它的這個每一個湯 有一個掌管的神明 就有點像我們的什麼天后宮 什麼宮 什麼宮 而大湯就是代表它是最主要的神明 其它是它的護衛 保護著它 所以到這邊的話大家都會去 因為它是辦戶外的宮湯 製作是免費 所以大家都會去 把十二個湯全部泡完 然後讓你的整個身體的運勢 隔年的運勢更好 所以這都是一個習俗很有意思 是不是它可以收集那個蓋章 對…它可以收集蓋章 然後你把每個章蓋完之後 可以去換紀念品這樣子 那小孩特別喜歡 對啊 所以非常有趣 有時候都忘記在看什麼 他只是急著要蓋那個章而已 好 喜丹 就是 它是叫道主神祭 可以請問一下道主神是某一個 日本的神還是 對 他們就是一個 像是他們的神明 他們在古老的村莊 因為他們都是木造的日式房子 所以常常在 有時候會發生一些意外 火災或等等的活動 道主神有點像 你在祭拜祂可以壓陣 然後讓隔年運勢更好 然後帶來那個安全 把惡欲驅走這樣子 接下來還有這個出題的部分 好 為什麼祭典要由 有25歲的男性負責表演 跟參與主要的這個活動呢 為什麼 A是傳統習俗 因為25歲可能會面臨一個厄運 B是百年前曾有一名25歲的少年 在當地溺斃有超度的意思 好 欣宜 因為他剛剛有說就是 他們那邊有火災 然後那個神會保佑大家不要受到火災 所以他會把惡運趕走這樣 好 餅乾你選B 對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有發生過事情 就跟屈原的概念一樣 大家要可能丟肉掌 這個就是25歲都要過去 可是你知道屈原是幾歲跳的嗎 我不太清楚 不太知道嗎 對… 好 正確答案是 正確答案是 A 對 以25歲就會將來把惡運祈福 就有點像 我們每年就會需要一個安太歲 就是你數什麼 你什麼年紀需要做一個安太歲 所以在當地這個就是25歲的男性 要去參加這樣的活動 他會 等於是說他會讓隔年運勢更好 更旺這樣子 好 各位 接下來我們又要再飛走了 我們從日本飛到了中國雲南 大家覺得中國雲南會有什麼樣的派對呢 大學生了沒 各位 接下來我們又要再飛走了 我們從日本飛到了中國雲南 大家覺得中國雲南會有什麼樣的派對呢 沒有 剛剛Keyn哥跟豆哥想了一個 可能沒有一個鼓有沒有 下鼓嗎 會不會 對 有可能 就是然後互相就是 因為我跟妳很好 然後我就 妳幫我下一下鼓 那我也幫妳下一下鼓 好香喔 下鼓趴 是嗎 我們來看看 Angela 溜索趴 因為我還記得第一老時候說 就是在那附近不是山很高 他們都要一直用這種方式去 移動 移動交通這樣 我想說也許就是大家全村的人 都一起溜夫 還滿嗨的 這個就是 是什麼發的 各位 潑水節 西州反大的潑水節 潑水節 潑水節 那不是太平衡的嗎 對 大家只知道泰國 泰國是名氣 然後有傳聞 泰國的潑水節 是以前歹族傳過去的 他們那邊有一個叫歹族的 因為以前中國跟東南亞是同一個地方 對 是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街上那時候是非常瘋狂的 然後大家就... 其實跟泰國有一點像 可是他們最不一樣的是 他們會有一個活動 讓全部的人聚集在一起 然後會很瘋狂 然後在那邊潑水 但他們潑水節 應該是有由來吧 有沒有什麼故事 有 傳聞 以前這邊有一個歹王 他們是歹族嘛 然後那時候被魔鬼 被他們那時候魔鬼攻擊 然後那時候歹王就要殺掉那個魔鬼 然後還有七個女兒 那時候就派最小的女兒去把他殺掉 然後有趣的是 當他女兒把頭砍掉的時候 然後那個魔王的頭就著火了 然後這時候全部的女兒就拿水 要去把那個 魔王的頭把他火澆洗這樣 然後澆洗完後就是... 這個就傳聞下來了嘛 所以大家就是 讓魔王然後可以去怎麼講 就是死掉 然後不要 等於說他著火了 不要傷害到全村這樣 等於是全村的快樂 建築在魔王的痛苦上 對 那是有這種感覺是不是 是的 好 愛波 雲南的潑水節 跟泰國的有什麼不同嗎 其實它最不一樣的是 泰國潑水節 都是外國人去參加 如果你們有去過參加過 泰國潑水節很多外國人 因為那邊太有名了 然後去那邊參加的都是當地人 全部都是當地人 然後他們女生會穿著很... 他們傳統服飾 然後會很漂亮 然後 可是他們傳統服飾就是意味著 你可以用水攻擊它 因為這就是他們的一種習俗這樣 Ruby 那我有問題想問藍白拖 就是西雙版納的潑水節 大約都什麼時候舉行 它是在國立的大概4月13到15號 對 每年 泰國耶 春那附近 對 跟泰國很像 然後那一年比較特別的是 我那一年參加的時候是 雲南大概是60年來的乾旱 這什麼 好玩啊 很特別 然後那時候他們政府一講說 到底要不要辦 然後後來還是辦的 所以在現場那個廣場 就會有很多消防車 就是因為沒辦法 他們只能用消防車的水 所以大家就乖乖拿很多水桶 去接了以後就回家了 沒有 很小心 不敢打過來 或是因為缺水嘛 然後大家看到路邊水溝 然後有水 他們就把它去接 然後接一接就會一直亂潑 水溝 很瘋狂 關於這邊還有一個題目 可以看我們大家 最後問題就是 潑水節的用意是什麼 A 水是一種媒介 最後潑水讓大家玩在一起 對 還是B 互相祝福 水是聖節美好 光明的象徵 剛剛已經聊滿多了 滿明顯 對 只有一個人選A 開咖 你說第二題 我覺得一定 在當地生活可能滿辛苦的 平常大家都要工作很累 所以趕快趁這一天 有個水 然後大家可以假借這個名義 來大家玩在一起 好 全班選A只有你跟又婷 我們看一下這A還B 答案是B 對 互相祝福 互相祝福 就是他們的過年年級 今天聊那麼多趴 如果像他們真的很多人 這樣講好了 比如說有就是 你會建議嗨咖去 當然會 E PISA E PISA嗎 當然如果我個人 就是如果你還是處男的話 我想應該是時候了 是時候該去一下 可是這樣大概整個要花多少錢呢 你說包括只有修費嗎 事後 如果搭連假航空來回 其實 就是 6萬塊以內吧 可是你就是要走 比較刻苦的路線 OK啦 你知道嗎 好像算滑算 沒有 這要講清楚為什麼 是要很刻苦的路線 是說那邊女生很主動嗎 那邊女生那就是要看男生 那邊就是 他不行 對 那就是要看男生主不主動這樣 英文不好在那邊吃得開嗎 你敢講就可以 對 不用怕英文好不好 所以你也說在E PISA 對 女生都比較奔放 因為去那邊的人 其實就像你去那邊的人 其實前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想去那邊解放 對 你只要打開 就是拿著你的鑰匙 打開他們的心門就好 我要睡了啦 對啊 你適合跟Rubin一起出去玩 是不是 太大了 謝謝 所以其實大家各取所需 看你第一次想要去 有什麼樣的獲得 所以今天要謝謝兩位專家 來跟我們介紹 謝謝 謝謝 謝謝